字幕提供 手套是第一個方法 第二個是保護手 所以打球的人 你看男生 兩隻手也不一樣的顏色 你看我的手掌 左手戴手套 右手不戴 那女生 兩手都戴 一般女生是戴兩手 男生通常只戴一手 對不對 你這個拇指是對準這個線嘛 對不對 然後第二棟 你的右手握上去 你的食指在這裡 對不對 第二棟 這個地方 用你無名指跟這個尾指 夾住左手的食指 好 然後握上去 就是你這樣瞄好球 那你的兩腳已經同寬 對不對 你的兩腳平行出去的位置 兩隻腳跪出去的位置 就是你要打球的位置 你要用兩隻腳 你兩隻腳 兩隻腳尖 延伸過去的那個位置 就是你要求瞄的方向 所以你今天站上球台 假設我要拿 假設那個沙車 我要站的位置 我先要站 我要瞄這個方向 我要站好 然後站好 瞄好 就這樣打過去 好 你兩隻腳 你兩腳必須以尖同寬 太開了太小了 都會影響你出力 好 然後你兩隻腳 連一線 瞄伏自己的方向 就是你球要去的方向 好 像我用的 就是一般正常的 跟舔竿握好是一樣的 有些人這樣握 有些人家常的 但是 我們以最正常的就是 我還是照原來鐵竿握法 有些人是這樣握 他覺得這樣推好 推竿因為本身就是 牽涉個人的習慣 有些人認為這樣打比較穩定 包括很多職業選手都這樣打 但是我都是跟 跟鐵竿握法一樣 這樣子 那我特別強調說 推竿 推竿 你引現在到國嶺的距離 有多少 你認為應該出多少力 這是一種經驗值 然後呢 你不是說 我今天就 用我的大力小力 去控制說我要打多遠 兒子要站好以後 兩腳打他一個 大概引先 就是差一點 好 好 然後 竿子齁 很多人推竿 這樣就不對了 好 所以你能站過去 要讓你的竿面跟地 是平行的 你竿子不是 你竿子有一個角度嗎 所以要你的竿子跟地 是完全平行的 所以你要 往前站一點 好 你不是像鐵竿這樣打 所以你要 讓你的竿面跟地 是平行的 好 這樣推 然後你的球 你的 要在草皮上面 削出去 你拿到草皮 又不對了 這樣推出去 然後這叫棕板 然後這叫棕板 利用這個棕板的作用 這個就是 飛桿 然後 大部分人犯的錯就是 他要打那麼遠 結果他 就像這樣 他一樣可以打那麼遠 對不對 但是 他這種方式 穩定度就不好 在臨場的穩定度 他要進步空間 就是運氣 敲得剛好 就好 所以怎麼樣 那個穩定就是要用推的 如果像剛剛這樣 你打很遠 我只有上到這裡 但是跟我上到這裡 有什麼差別 就是穩定性 跟力量